两年前,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,树七彩螳螂虾的启发,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具有超强性能的3D打印材料。 近日,研究人员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合并分校合作,实在开发出一类新型具有超弱性能的材料。 七彩螳螂虾可以轻松地击败,甚至碰碎其他装甲猎物,主要是软体动物和螃蟹。 这些猎物的耐损伤性和优异的机械性能也是众所周知的。 但是七彩螳螂虾可以像二二口镜子弹一样快速地击打,并且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。 研究发现,许多海洋甲鸟动物壳和昆虫外骨骼中都含有纤维物质,并且排列成了螺旋转楼梯的螺旋结构。 随着力纹的发展,叶工扩展的驱动力逐渐减小,促进了其他类似机制的形成,从而防止材料突然崩溃。 我认为我们终于可以解释,为什么材料如此强硬。 我们使用现有的材料,演奏了这一理论的复合材料。 普渡大学博士生,加州大学合并分校的博士生,加州大学合并分校化学与环境工程,与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, 在生物医学材料力学行为杂志和国际固体与结构杂志,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他们精彩作品的论文。 之前的研究发现,螺旋结构的设计可以承受重复的高速冲击。 当裂纹形成时,他们遵循扭曲模式,而不是直接在结构上扩散,导致断裂。 加州大学合并分校的电子显微镜拍摄的图像显示,当材料当手冲击时, 它不会形成单个裂纹继续传播,而会形成许多较小的裂缝,吸收并消散材料遭受撞击时的能量。 研究人员创建并测试了,以这种行为为模型的3D打印复合材料, 利用相机和数字图像相关技术捕获列文行为,以研究材料变形形态。 发道杰瑞说,传统上,当我们生产复合材料时,我们将纤维放在一起,但这并不是最好的, 而大自然正在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去做,用于包括航空航线, 铁车和体育在内的许多应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贴近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